日前,有网友在北京电影学院偶遇吴磊和关小彤上课,并晒出照片。 照片中,关小彤和吴磊坐在一起,周围没有其他同学,两个人都穿着白色连帽衫,戴着黑色棒球帽,打扮得十分学生气,而且两个人手中端着同品牌咖啡,趁着微上课时一边喝一边聊天,十分起劲。 在下课后,两人一同离开学校的身影也被网友捕捉到,看样子同为横店留守儿童的吴磊关小彤关系十分融洽。 近日,吴磊作为2018届北电表演戏新生参与军训,有网友爆料吴磊刚来的时候,大家都非常激动,所到之处尖叫声一片,而随着军训强度的增大,大家对吴磊的新鲜感也逐渐消失,甚至从是吴磊变成了吴磊,你别挡着我乘犯。 在最近的吴磊粉丝见面会上,主持人提到此事,吴磊笑称,军训乘犯不存在谁挡谁,只存在谁比较快,我们桌从来都是抢犯最积极的,所以说比较拉仇恨。 大家应该懂了,就是抢犯这个事情,就是不存在谁挡了谁,只存在谁比较快,我们桌都是抢犯最积极的一桌,所以说可能就是比较拉仇恨。